早上起来要做什么啊? 摔牙 洗脸 整面背 还有要听 圣经好好听 大家好,又到我们读经的时间咯 今天呢,我们来读到《立位记》第21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告诉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说 祭司不可谓民众的死人 沾染自己 除非为他骨肉之亲的父母 儿女、弟兄和未曾出嫁 做处女的姐妹 才可以沾染自己 祭司既在民中为首 就不可从俗沾染自己 不可视头光秃 不可剔除胡须的周围 也不可用刀化身 要归神为圣 不可亵渎神的名 因为耶和华的火迹 就是神的食物 是他们献的 所以他们要成为圣 不可娶妓女 或被污的女人为妻 也不可娶被修的妇人为妻 因为祭司是归神为圣 所以你要使他成圣 因为他奉献你神的食物 你要以他为圣 因为我使你们成圣的耶和华 是圣的 祭司的女儿 若行淫入墨自己 就入墨了父亲 必用火将他焚烧 在弟兄中做大祭司 头上倒了膏油 又承接圣植 穿了圣衣等 不可烹头散发 也不可撕裂衣服 不可哀尽死尸 也不可为父母沾染自己 不可出圣索 也不可亵渎神的圣索 因为神高油的冠冕在他头上 我是耶和华 他要娶处女为妻 寡妇或是被修的妇人 或是被污为妻的女人 都不可取 只可取本名中的处女为妻 不可在名中入墨他的儿女 因为我是叫他成圣的耶和华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告诉亚伦说 你世世代代的后裔 凡有残疾等 都不可进前来献他神的食物 因为凡有残疾等 无论是瞎眼的 瘸腿的 他鼻子 肢体有余的 折手折脚的 驼背的 矮搓的 眼睛有毛病的 长险的 长戒的 或是损坏肾子的 都不可进前来 祭司 祭司 亚伦的后裔 凡有残疾的 都不可进前来 将火迹献给耶和华 他有残疾 不可进前来献神的食物 神的食物 无论是圣的 至圣的 他都可以吃 但不可进到慢着前 也不可就进坛前 因为他有残疾 免得 亵渎我的 圣索 我是叫他 成圣的 耶和华 于是 摩西小玉 亚伦 和亚伦的 子孙 并 以色列 众人 今天的影片 就到这边 告一段落 下次 不要忘记 和我们一起 读圣经 好好听哦 拜拜